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小手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串猪项链的入门攻略 我前段时间呢非常迷自己在家去穿一些这种猪猪的项链 进行一个DIY 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在网上我看到很多我比较喜欢的这种猪猪项链它很贵 还有一个呢就是不一定能挑个百分百我自己喜欢的这种搭配 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想要自己在家做我自己喜欢的猪猪项链的这个想法 然后就买了一套入门的这些配件啊设备 在我开始分享之前 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用的工具或者说更好的一些方法的话 也欢迎留言或者是弹幕来告诉我啊 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祝大家都早日实现猪猪项链自由 第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工具就是这个串猪盘 我这个串猪盘买的呢就是项链盘 他们还有单独那种手链盘 可能那种玩文丸啊或者是什么水晶那种 比较多的会用到那种盘 我这个就是串项链比较多 它是有两个不同的圈 一圈小一圈大 然后还有一圈是完整的这么一个盘子 然后它有不同小的分割盒 你可以用来放其他的珠子或者是小的工具 就是这么一个直笼的薄薄的板 我估计这个可能就是10块钱左右包邮到家的那种 这个盘就是你用来进行初期设计的时候必备的 用来码各种珠子的排列组合呀什么的 能不了然 非常的清晰啊 这个盘子我还是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呢就是两把我觉得相对来说利用率比较高的钳子 一把呢是这个圆嘴钳 一把呢是这个尖嘴钳 圆嘴钳顾名思义它就是整个头是圆的 尖嘴钳呢它就是里面是有冷冷的 左这块呢是尖 里面是平的 这两把钳子我觉得是利用率比较高的 我之前其实有看过他们很多人还会推荐一个斜口钳 那个是用来捡一些金属丝什么的会比较多 但是我目前用不到 所以就不给大家做推荐了 而且我之前买过不同的这个尖嘴钳 他们其实大部分在这块都可以用来去捡断铁丝 或者是金属丝那种 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可以两用的一把钳子吧 我目前觉得就是这两把钳子就够用了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能坚持这个爱好多久的话 建议你们就买几块钱一把这个小钳子就行 你哪怕以后不用了你也不会觉得心疼 那几十块钱一把建议大家初学者先不用的 然后我觉得必备的就是一把比较尖的钳子 这个钳子它不一定要像是细胞甲的那种那么尖 它就是能夹住你比较小的小米猪这种小猪子就行 我这个还是挺尖的一个 就是在买串猪的店里面顺手带了一把 还挺好用的 这种也要求不是特别高 几块钱一把的就行 因为咱们手指头你想从小盒里把那猪子粘出来 那是不太可能的 很难 来下一个工具 这个其实不用特意买 它就是一把剪刀 什么样的剪刀都行 你家里边有这种普通的剪刀就能用 他们很多人会推荐去买 以前上学的时候做衣服用那种小沙剪 没有太大的必要吧 不用去多花那两三块钱 主要就是用来剪断你的那个穿桌的线 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接下来呢就是穿桌的线 线呢我目前手里面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有点类似于棉线的这种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没有弹性的 尼龙的这种像鱼线一样的线 它们粗细不一样 然后材质也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特性上面也会有稍微不一样的 这个线呢是非常非常细的 它是棉线外面又有涂腊 据说是不太容易断的 但其实我在有一些操作过程中 还是觉得这个线会比较容易断 但是它非常的细 所以有一些开口非常小的珠子 用这个线是没有压力的 这个线呢就是透明的 可能在视频里面看不太清楚 比较硬 相对来说比较结实 我买的这个粗细是3.0的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粗细可以选你根据你的珠子大小去定 如果你不是去做手串的话 推荐大家去选择这个没有弹性的 有了线呢就可以进行穿珠 但是线的话可能很多软一点的线它不太好穿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入一个小针 有了这个针的话 你穿珠的效率会变得高很多 但是我觉得不是必须的吧 如果大家用比较硬一点的余线 其实你不用这个针它也蛮好穿的 然后呢就是一些大家做串珠项链需要用到的一些金属配件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一定会用到的 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定位珠 它是用来固定你的线的 就是在你一开始穿珠和穿珠结尾的时候需要用它来固定 穿好这个定位珠以后呢 还需要在外面放一个包扣 这个包扣就是可以后面用来拴我们这个项链固定扣的环的 这两个是一套的 大家如果做项链的话 这两个是一定要用的 然后呢大家可以多囤的呢是这个开口环 开口环呢它一个是可以用来连接各种不一样的串啊链啊这种 它也可以就是在你项链的不同的地方 你加上环底下去挂小吊珠 然后呢就是龙虾扣 龙虾扣它有不同的这个连接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就是这种 下一个呢就是一个金属的延长链 这个延长链大家女孩子们有项链都不陌生 这个是可以后期你去调整你项链 在你脖子上的长度的这么一个延长链 所以这个也应该是必须的哈 这几个金属配件就是我做串珠项链 我觉得基础的需要用到的东西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更复杂一点的金属配件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初期探索的时候 可能用不太到 这几个是基础的 你有这些 你就可以做成一条完整的项链了 给大家整理了索需物件 大家参考一下 接下来就到珠子了 珠子这个事我为什么想放到最后来说呢 因为珠子吧 我一开始想的是自己买回来自己喜欢的 自己来搭配 可以少花很多的钱 获得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 就是你一买珠子一百块钱 一买珠子一百块钱 你会发现有东西就会买很多珠子 不是说你觉得好看的珠子 你买回来就能穿成好看的项链 我也有买回来好看的珠子 但是我发现我自己配不好 我用不好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谷底洞 大家真的是要非常冷静 非常谨慎 建议如果大家就是没有 特别好的一个经验和审美的话 可以先去搜一些 你喜欢的风格的串珠项链的图 然后你根据它的那个项链的风格 去挑珠子回来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这些珠子大家也都能用上 不要脑袋一热 就是什么样的珠子你都挑回来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珠子啊 因为我也是刚开始串嘛 所以我在买珠子的时候呢 如果它有这种混合的 我会优先入 因为这样的话它试错成本很低 混合包的话 它里面珠子的色彩 还有种类的珠子会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呢 就可以搭配的 会比我一个一个买回来那样的 要多要丰富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形状不同 然后也会增加我串珠项链的一个丰富性吧 如果看我上一次的那个 曾经是收大珠珠的话 应该会知道 这种 中间两个是单色的 但是这边和这边就是混合的 有混合的 我一定会优先买混合的 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 色彩斑斓的这种项链的 大家去购买珠子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珠子的大小 很多时候它那个图片会拍的 这个珠子很显大 但其实可能你到手的话 它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小米珠 就是它和图片其实是会有差距的 其他话应该就没有什么了 然后我可以简单的 我在这儿给大家快速的设计一串 然后咱先不穿给你们看看 我大概平时的一个设计思路 这次用非常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世界军数人的买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就会一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的 I know you're feeling all alone these days